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对价值事务所较为熟悉的朋友应该清楚 所长对美亚光电一直有持续追踪 美亚很早以前就做到了全球色选机龙头 通过对颜色识别从而对东西进行分选 而后又将自己的光电识别技术 复用在医疗影像领域 当下主要发力点是牙科 于是有了现在色选机加牙科 CBCT双龙头的市场地位 除了这两个领域外 公司也在围绕其核心技术向其他领域迁移 当前正在开发的新品 包括脊柱外科手术导航系统 移动CT等 未来有望立足于口腔延伸至医疗行业的其他领域 成为全球头部的大型医疗设备平台型厂商 我们今天要覆盖的异类科技 就是美亚光电影像核心部件的核心供应商之一 公司2022年上半年的投资者交流有题 2022年 美亚有希望成为公司 新的前五大客户 一台CBCT会配两个探测器 除美亚光电外 易瑞科技也是联影医疗 万东医疗 科尼卡 瑞科 富士 西门子 菲利普等国内外优秀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用一句话形容 易瑞科技就是影像产业的核心脉水人 当然 这里说的影像 和美亚光电一样 并非局限于医疗 还可以运用于其他工业领域 如安检安防 工业无损检测 食品安全 检测及辐射探测等等 易瑞科技是X线影像设备核心部件供应商 产品以X射线探测器为主 2022年 公司的X射线探测器 实现营收14.49亿 占整体营收的93.5% X射线探测器 可以说是X线影像设备最关键的零部件 大约占到了整个X影像设备成本的20%以上 从这个比例不难看出 探测器在整个设备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当然 这点从易瑞的毛利率情况也可以得到印证 想想看 手机汽车的那些零部件厂家 毛利多在20%左右 极电是新能源汽车最关键的零部件之一 动力电池 我们看下图 全球寡头宁德时代的毛利 也就在20%至30%之间 最高的时候也才43% 而易瑞的相应产品 毛利能达到59%左右 这个毛利甚至比下游影像设备厂商还要高 下图是易瑞的客户联影医疗和美亚光电的毛利情况 看吧 两大影像龙头 整体毛利还不如上游提供零件的 可见易瑞的产品门槛极高 在产业内具有较大话语权 事实也确实如此 数字化X线探测器技术壁垒较高 当下国内极有少数几家公司具备量产能力 而易瑞科技是里面绝对的龙头 根据易瑞同行康仲医疗招股说明书披露 2018年 易瑞的探测器占有全球8%的市场份额 排名全球第三 前两分别是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企业 老四老五也都来自韩国 日本全球前五里 国内只有易瑞这个独秒秒 其实从上图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X射线探测器就有点像芯片产业光刻机的味道 一直以来都被外资垄断 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高端制造环节 易瑞也是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 最终得以突破 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当下公司的产品远销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市战率不断提高 且在国内一直保持第一 我们看公司近些年的业绩情况 营收增幅从未跌破20% 近三年疫情不仅没有影响到公司的业绩 反而对比前几年增长还加速了 而且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 公司的探测器毛利在2022年还增加了两个点 从历年整体毛利情况来看 也确实呈现增长的势态 其实讲到这里 想必大家应该明白 易瑞未来最强的增长逻辑之一 就是国产替代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 X射线探测器 当下这块业务占了整体营收的93.5% 那剩下自然还有6.5%的其他业务 公司在2022年报中 是如此介绍自己业务的 主要从事数字化X线探测器 高压发声器 组合适射线源 球管等新核心部件 也就是说 公司正在以X射线探测器为抓手 横向延伸至其他影响链核心部件 这里需要额外提一嘴 以CT为例 其最核心的三大核心部件 就是探测器 高压发声器 球管 三样核心部件 累计占了整个设备成本的65% 现如今 这三大最核心 零部件易瑞都有涉及 并且能提供相应产品 不论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 还是出于成本考虑 只要国内相关供应商有突破 至少国产厂家都会优先考虑 而国内的整个影响市场 不论工业还是医疗 都还处于较早的发展阶段 作为国内上游 极少有实力卖产子的企业 易瑞完全可以享受到 下游大爆发的红利 其次 第二个核心大逻辑 就是出海 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产业链足够完善 极其庞大的下游消费市场 叠加完备的产业链 使得中国能造出 比海外便宜得多的同款产品 因此 当易瑞在国内获得巨大突破时 完全可以携相关优势出海 截至2022年 公司的海外收入 占主营业务的36% 而2021年占比为37% 近两年 海外营收占比都接近四成 足以说明 公司是真的有两把刷子 并非只是吃国内国产替代的红利 毕竟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 即便国产稍差一点 国产企业可能都会考虑 但海外企业可没有这个担忧 等走出去 得到海外优质厂家的认可 只能说明 公司是真厉害 目前公司的X射线探测器 已获得科尼卡 瑞科 富士 西门子 菲利普等国际知名影像 和检测设备领域头部大厂认可 未来一方面是X射线探测器的全球式战率 还有极大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是横向扩展的其他产品 有望重演探测器的发展道路 毕竟渠道都已经通了 剩下的就是技术和产品突破了 在技术研发投入方面 公司确实一直都比较大方 2022年 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近64% 达2.39亿 最后富商市场对亿瑞科技 2023至2025年净利润 一致预期8.3亿 10.78亿 14.03亿 就会有ASE 16分钟 21点 钟 您将包吨 和转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